新聞疫情也促使無接觸的行動支付 蓬過發展 科技龍頭蘋果也積極跨足這個領域 宣示未來iPhone不只能夠用來行動支付 今年稍晚還會推出收款的功能 讓企業跟商家直接用它來感應 接受各種的數位錢包 跟信用卡付款 過去買東西使用行動支付 多半需要在收銀櫃臺 感應第三方支付業者的終端設備 而蘋果積極介入這個領域 8號宣示將推出Type to Pay 輕觸就支付的功能 把iPhone化身為行動收銀機 未來美國的企業與商家 直接用iPhone 讓客戶感應各種行動支付 甚至信用卡與簽帳金融卡 無需額外購買硬體設備就能收錢 預計今年稍晚上路 2014年 蘋果推出了Apple Pay iPhone的行動支付功能已經普及 新的收支系統同樣使用近距離 無線通訊NFC技術 蘋果強調公司不會知道 採購與支付的一切過程 隱私安全無餘 而這項改變化繁為簡 省去硬體終端設備費用 渴望影響全美數百萬個大小企業 讓蘋果取得巨大的競爭優勢 消息一出支付平台龍頭 股價隱身下挫 蘋果說支付平台 在Stripe跟電商Shopify 今年春天將率先向美國企業客戶 提供Type2Pay的支付服務 其他平臺預計稍後跟進 不過蘋果並不是第一個把高階手機 變成收款終端的公司 南韓三星早在二零一九年十月 就已經退出類似服務 公事新聞 石灰聰明